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我們來到MotoCycle HONDA的綜合旗艦店 然後其實他們之前已經運運了 但是他們在今天做了一個盛大的開幕儀式 以這間店來說 這間店開起來是全台灣的第七間的旗艦店 接下來還有新竹店 然後彰化店 總共今年的話大概會做到九間 對於喜歡HONDA其實來說 應該是各點都已經布的相當的滿 過去我們知道 其實他們在台北的時候有三間店 一個是最早的內湖店 再來就是我自己交車的時候去的三重店 另外我覺得這邊真的是台灣密集度最高的一個大戰場 中和店 因為它的旁邊其實就是好市多 所以不管是中和的人還是永和的人 來到這邊都非常方便 好 今天我們就來帶大家簡單來了解一下 這間店它到底裡面的重點是什麼 然後有哪些車款 中山路反南路的交叉口 而且旁邊你看就像我剛才講 旁邊就是好市多 如果你們要來好市多 綜合好市多逛逛 你可以來旁邊的HONDA 從外觀今天下雨 這個不要怪我 最近的天氣真的太不穩定 從外觀就是一概的HONDA 非常壯觀的一個黑銀色 然後大面積的玻璃的裝潢 我覺得其實是蠻帥的 它整體跟上次我們做過介紹的台南據點 其實風格還蠻不同 台南據點我覺得可能它就是在一個旅遊據點 所以它那邊散發出來多一分旅遊的感覺 但是在這邊畢竟是4G又是一個一級的戰區 所以它整體的氛圍感覺比較偏硬一些 好 那我們就來帶大家進去參觀 然後這個我想你從外面經過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它非常寬廣 非常高的一個落地床 很漂亮 一個非常挑高的閃車空間 然後這整個區域主要就是 擺放一些比較新的各式各樣的車款 當然他們對於這個騎士的服務 車主的服務是非常到位 所以如果你想要賞車來這邊休憩的話 它後面有一個車主休息區 這邊有一個車主安架的一個牆 來推廣他們的安架活動 那他們安架活動其實也辦得蠻不錯的 車主都可以免費報名參加這種簡單的安架訓練 我覺得其實這種對於重機來說真的非常重要 很多人新手他第一次牽重機 會有很多問題 會容易產生很多的危險 就可以透過安架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算是一種社會責任 我的CIF 我都沒有在騎 我現在交到現在才700公里 我今年有些新車 其實FONDA的車我都還沒有實際看過 我們就透過這時間帶大家看一下 好的 這個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比較新的東西 這台是CB300R 非常熟悉的 然後上次我記得什麼活動 我們工作車也是用這一台 騎起來非常的輕盈 好 再來 好 F-Catwin 白色的F-Catwin 很漂亮 再來呢 FONDA 750 上次我才介紹過 如果你想了解他的更多的介紹 放在上面 我做的還蠻完整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很好騎 除了沒有電動可調風鏡之外 真的蠻好騎的 再來Monkey 上次呢我跟佩佩騎著他去環島 我也把連結放上去 其實非常好玩 另外Cup 啊Cup也是Monkey跟Cup 說真的如果是我我都覺得蠻難選的 因為Monkey是一種復古的經典味道 Cup也是經典 但是我更喜歡Cup的是他的大輪鏡的騎乘感覺 再來這邊是新的NC750 那這個我們還沒有機會試到 之後如果有機會再試給大家 好接著呢 這是我自己還沒有機會試到的新的MSX 喔 其實在發表的時候我覺得 他看起來好像沒有上一代這麼帥 但是其實我現在看到實車 我覺得還蠻帥的 而且他很像是 怎麼講一個昆蟲 一個蜻蜓嗎 蜻蜓 好像有點像蜻蜓的感覺 他這一次有強調他有一個模組化的設計 就是他有預留很多鎖孔去讓你鎖一些好玩的配件 讓他更具有玩性 LED燈的這個上下燈的設計 CBR650R賣得非常好 另外呢 這個 CB1000R 行駛一樣的 你看他這個頭燈 本來是一個環形的頭燈 但是現在上面被拉出了一個 這算什麼 一個開口 讓他的造型多了一些流線的感覺 但是其實車側跟車尾都差不多 天啊 這個這些民眾 守護showgirl的民眾真的非常瘋狂 好 接著呢 剛剛那區其實就是比較現代的車款 然後還有混雜一些小車 那這邊呢 則是比較偏向復古類型的車款 從這邊Rable1100 然後到後面的Rable500 我要跟著貓哥拍 這邊是Rable500 另外呢 後面還有復古山雄 這邊就是剛剛我講的 CB1000R CB1000R的紅色版本 是不是很漂亮 我覺得蠻漂亮 那我覺得他主要的改革 其實在頭的部分做一些小修整 其他的部分 看起來跟之前 小改之前差距不大 他的儀表換上了一個全彩大面積的儀型儀表 跟之前 之前我記得最早一開始在大鵬灣試駕的時候 還有道路試駕好像在南部吧 那時候我們就有講到他的儀表辨識度比較差一些 但是這一次換上一個大面積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好再來呢 這台就是經典的CB1000R 那如果你想要看CB1000R的介紹 我們過去曾經也針對他的這個 RS版還有一般版做很完整的介紹 我也把它放在上面 雖然是個復古車的外型 但是他依然可以傳達給你非常有玩性的騎乘感覺 而且這個並列四缸 大排氣量的就是一個很經典的設置 騎起來就會想起那個早些年的CB1000R的感覺 好另外呢當然也是賣的最好的CB650R啦 公路上的旗艦直王Go Win 我們也試駕過 好我也把它放在上面 你看是不是Honda的每一台我們幾乎都試過 一樣是Rebel1100 然後這個版本呢是全黑的霧黑版本 再來我覺得這兩輛車沒什麼好介紹的 因為這個就是跟我的車一樣 然後我也還沒跟大家介紹 到底CRF的Rally騎起來會有什麼感覺 有機會我帶大家去參加他們車主活動 我才跟大家介紹 接著呢我們來帶大家看看他們的維修據點 當然我覺得Honda它每個展間 除了展示間很完整之外 維修據點也是非常重要 前面呢一整排 那這邊是一個接待口 進來之後就會有人幫你處理 然後呢一整排的這個可能是他們自己內部的車輛 喔這邊是Rebel500的一個特試車喔 喔還不錯 好那我們再往後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輪胎架放一些輪胎 選擇品牌備耐力的非常多 所以大家可以來這邊選擇你們想要換的輪胎 不一定要原廠的它這邊都有提供 維修區也是非常配備非常完整 一二三四四個頂高架 所以我想這邊的服務量的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後面呢則是 後面還有一架然後 換台機跟平衡機在後面 另外呢他們這邊也準備了很多車主的精品 讓你來這邊選購 除了馬上要換季的冬天的套頭梯 還有HONDA的防摔衣 HRC的帽子 還有一些HONDA的手套 安全帽 秀X14 這個 喔這個是MARCAS配色 現在多了 哇 越野帽耶 當然呢這邊還有一些這個車主的精品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 Rebel Rebel使用 水箱護網 行車記錄器 貼紙 後漢堡 很簡單的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綜合的旗艦店的一個介紹啦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想你是台北的民眾來到這邊 都非常的簡單非常的輕鬆 都可以來現場來賞車一下 然後順便來這邊坐坐 來逛逛 以上呢就是我們針對綜合旗艦店做的一個介紹啦 接手電話班的即日日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也不可以 想囉 按讚